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后来剧情有点反转 后来袁立微博上反驳了 听说你昨天一直在扮演我 演我的感觉如何 最后一句台词写得不好 因为措辞太不优雅了 为了搞清楚这个消息 我翻看了袁立的最近几天微博 才知道袁立成立了上海袁立公益基金会和医院定点合作 医治沉肺病患者亲自带领基金会成员 爱心人士及专家一行 来到陕西商洛山阳县人民医院 看望和慰问陈肺病患者 让我看的都是满满的感动 心胸澎湃着一股暖流 让我不得不说说这件事 周润发穿着朴素 没有豪车豪宅 便装出行于地铁和大街市场 申雇后50亿家产 全部捐给社会 古天乐没有冯小刚 价值15亿的豪宅 盖起了百左古天乐学校 原历也没有范爷的范 成立了基金会 专门帮扶陈肺病患者 陈肺病是什么病 陈肺病是指在长期从事与粉尘类工作 且在工作中吸入生产性的粉尘 而沉积于肺 导致的弥漫性肺 纤维化的一种疾病 从事煤矿 钢铁 石棉瓦等工作的职业病 目前还得不到有效的医治 基本属于绝症 原历去慰问患者时 感叹于当地农民工 医治条件的不变 医疗知识的匮乏 医疗技术和设备的简陋 只能做一点临终的关怀 完全没有反转 焦急的呐喊 还能做什么 还能为你们做什么 对这种毫无果效的工作 已经做了好几年 愁得失眠了 但还在坚持 能多走一公里深入到陕南 最偏远最穷的山村 去慰问患者 听取他们的诉求 传授防治办法 这种对弱势人群的关爱和帮助真的让人充满了正能量 感谢有你 但是在微博评论里 看到很多冷眼旁观 甚至说风凉话的 还有恶语相向的 我一阵误寒 网友朋友们 我们怎么了 当原力不辞辛苦 深入前线的时候 我们自问在做什么 我们坐在 空调暖气房子里 用的工价电脑 讽刺挖掘别人吗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 创造了多大价值 值得用这种 莫须有的指控 对待别人 善待别人 等于善待自己 哪怕说这位一人 难道我们不应该欢迎 这种秀做得越多越好吗 希望原力 能一路顺风 达成心中的梦想